这个是寸幻再用 叫做回cycle cycle 其实就是一个圈 回cycle 就是寸幻再用 upcycle 就是什么呢 就是将一些叫升级再造 因为用废物将它的价值升级 它叫upcycle 这个cycle 是它的动词 upcycle 就是一个名字 名字就是它的nam 不同的一套词 不理什么叫upcycling upcycling is the process 我记得智威说过这个字 process 是什么意思 是 没错 他昨天学过 昨天再说过 这个字的把握度增强 一个字的把握度强一点 这段差很远 尤其是聆听 你用0.5要想起这个意思 和你用0.1要想起这个意思 那个差别就是这里 尤其是它用task 3 task 4 这些答案 就是很远远的过程 就是这个过程 是这个过程 就是这个过程 它是过程中的 把握度的材料 或用力的材料 到新的材料 或材料 或者较为较高的工质 和更佳荐物的价值 这个过程就是converting converting是一个转法 大家记得我们有一个叫什么 conversation 还有一个大亚乐的 大亚乐是对话 对话是比较正常一点 conversation是正式一点 大家都叫对话 convert和这个词 大家以之一样 并不是意外 是这样的对话 converting 所以这个是往往的意思 ver这个词是有些移动的意思 它有什么转法 转法是waste materials materials是我们之前有说过的 物料 现在是垃圾 是废物的材料 或者是一些没有用的材料 又是两个 project和功课 是吧 它很流行这样的 设计和质素 它很喜欢这样的 materials 和用的材料 将这些毋药的东西转化成 convert这个词 是用一个 研图的 配搭的 将A转成B convert A into B ok 好了 至于 学生动词的时候 学生动词的时候 要留意 它有没有 戒词的固定配搭 ok 留意 那个 凡真动词都要 不是 学生一些 叫做所有的英文字 你要留意一下 它有没有 一些固定配搭 尤其是那些 你觉得有用 我想用出来 我想作文用 我想说话用 一定要问它 有没有固定的 戒词的配搭 有些 而 你知道你自己 把揭露到的 那你见一下就算了 你要懂得 叫做 放弃很重要 把它转成新 material 或者是 产品 即是新 material 或者是新产品 什么产品 下面这件放下去 现在只能用这个字 什么产品 Better Better Quality 我们之前说 Better Quality 什么 Higher Quality 和Better Design 是吧 我们那篇 那篇 什么家装 文化 Better Quality 或者是什么 对环境那些 For Better Environmental Value 更加好的 环保价值 Value Value 这个字要懂 Value 我觉得不知道 哪个是维侯这个字 Value Value 这个字 好 再下去了 所以它定义 已经说了 下面 When you upcycle 你见到这个 和这个的延伸 上面是一个定义 下面就给了一个例子 有时给例子 就不是for example 是when 或者if 用when 或者if 是给例子 是创造的情景出来 When you upcycle an item Item 是吧 那个 你家长是否明白你 你买名牌 Item 这个字 出现的 当你买一个产品 等于product 那个字的 另一个用法 我们还说 Goods 这个字 在货文 是吧 When you upcycle an item you aren't breaking down the materials 你不是在打烂的产品 You may be refashioning 重新再包装它 Refashioning Fashion 大家知道是 那个叫潮流 把它变成洞子 变成洞子 现在是一个 最后识 你可能是 你可能是最后的 是重新包装 这个东西 Refashioning it and it might still make the same material 可能是同一种的材料 as when you started 那些物料就好像你开始 这个比较难解释 那些物料就好像你之前开始的物料 Also the upside-coded item 这个 is typically better and or the same quality as the original 通常 upcycle的物品 就是典型的 typically 就是典型的 典型的 典型这个字 是典型的一些本来学的学生 典型可以是正面 可以是负面的 没有特别的一个谈论 typical 这个是很用的 level 3 同学 你要懂这个字 typical typical 大家留意 typical是什么 是类自type 这个字 种类 是吧 different types 是吧 就是 智慧根本就是代表了那班 有一班男生 这些这样的 奇妙不弱 索勒勁 跟着呢 英文诈的 是吧 所以 跟种类有关系 英文 你见到的字差不多 是有一定有原因 九成九 最典型的就是 它是会更加好的quality 或者the same 一样的quality 跟Original Original就是原本那个 这个字 又是很有价值的字 我可以转用 就是原本的 原本的 原本的 好 我们再下去了 converting这个字 价值比较低一点 大家就可以 不用理会 我再说 upcycling is not a new concept 它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以前也有人用的 ok concept concept 这个字又是要识 概念 等于 等于什么 等于idea ok 等于idea 都有一点不同 和中文一样 concept 这个字的用法 和中文字的概念 它融合金 也不一致 那 当你最想用idea 那时候 你试一下刻意来转concept ok 当然 在土地开始 你可不可以 i line 用concept 未必可以用到 不过你转眼错 concept 这个字 你多念一点 我认为对你之后 会有成为 concept concept 读s concept p是不读的 合遂的 concept some of the best some of the best examples i can come from example come from ok 这个就是 some 是主语的 something come from 来自 1930s or 40s when families have very little economic and material resources 当那个 概念 这个地方 在这个年代 当那些家庭 就有很少的经济 很少的经济资源 和材料的资源 很少的经济资源 和材料的资源 resources ok 材料 材料 在很多层面上 是 追至的 材料 材料 通常 就是实体的 实体的 material ok 例如时间资源 时间资源 其实 不是很实体的 是吧 是吧 我们可以用来 time resources time resources 那 例如人力资源 人力 就是有多少人 去工作的时间 那些是看不到的 是吧 你以为 你建筑物 你那些 你那些 摸到的 你叫material 摸不到的 就可以叫做 resources OK 那叫做human resources OK human resources 就是人力之耳 肝心就是hr OK 这个叫做resources 那些人说 这个就是 during that time people 会用 会用 从真使用 almost everything 就是所有的 repurposing items purposed 和我这个字 大家记得 我认识我的字 目的 今次变成一个 那 至于不是名词 又是什么字 形容 行 不是用字 这里的形态是动词的形态 OK 动词的形态 repurposing 是 它基本上 这句是主句 这句是主句 这句就是 如果这里来说 它是形容词的 不过它由动词 变成形容词 repurposing items 将那些物品的功能转化 repurposing items repurposing items over and over over and over over and over you do something over and over you should do it over and over until until you know how to do it OK you turn over and over you turn over and over until take zi you do something over and over and over until you understand how to do it until they were no longer useful no longer 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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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 feet segas became dresses and all doors 这些基本上 好少见到 在我们的门里 裙子 门 这些例子 and new dining room table 对 dining 餐厅 这个字 这个字 没有什么用 twist 就是转化 转化 转化 和这个字 converted 差不多 这个字不像 没什么用 少用 one of the biggest reasons 大家认识的结构 我说 我昨天说 当我们给例子的时候 有时候想不到例子 和一位朋友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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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结构 最大的原因之一 最大的原因可以一致 例如 我经常说 阿宾哥 是香港最有名的巨星之一 最高级 最高级 不能够是一堆的 最高级 最高级 不能够是一堆的 这些很够用的 重生 即是那个普通潮流 它在三十四十年代 那里流行 现在去到今时 再次发生 rebuild 一堆的 那些动辞的意思 为什么要动辞的意思呢 怎么会有意义呢 没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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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一 是吗 它是香港 所谓的巨星之中的之一 就是一个 一个才是主要 所以巨星只不过是 那么多之中的其中一个 所以它是一结构 1 is the positive impact 以后就出现这个时候 impact 我不知道是谁说的 impact 是什么意思 影响 影响 冲击的意思 冲击影响 通常 这个字 impact 是大影响 它的意思是冲击 冲击 impact 正面的冲击 正面的影响 正面的影响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它的原因就是对环境有好处 对吗 就等于这个 Better environmental value Items are destined for the dumb Destined 这个字是名中注定 Destined 是名中注定 这个字 我觉得没有什么用 Items destined for the du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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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m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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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这个字 是有些相似的地方 Dum的意思是垃圾 垃圾 垃圾 Dum Dum 例如 My boyfriend 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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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多时候的后语法术年 建议成这样的形状 就是飞起 将人抛起 不要他 这里是地语诗解垃圾堆 本来是垃圾堆 名字是垃圾堆 垃圾堆 那些物品 它本来是明通的地方 就是要去律法区 这个就是主语items 接着是动词 Art Rescued Rescue是什么 Didi Didi Rescue是什么意思 成功 摩托是哪一货 摩托是什么 摩托是什么 Rescue是什么 败花 好像摩托是头两货 第一货是第二货 那个拯救 我那时候就是问这句词 一有Didi 他就没有查到 不是 就是不会读 接着Didi就说 不是 其他人都查了 就是故事 记住说 就是 不算有Didi 你再提回他 摩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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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学完个字 美贤者 美贤者 你也不知答 那些最惨的 最惨的这件事 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有很多人 男生追求女生 他女生根本对于美贤者 他就不停跟别人说 说话 然后又送礼物给别人 你根本投资错了 你根本投资错了 好是你蠢的 美贤者 所以 记住 那个学单词 你一定要 知道自己是什么状态 你是累的 休息一下 等自己醒了 状态不到 你学都没用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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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cued 那个被动具 那些items被拯救 和remade 很厉害 你看不到那种用法 两个这样的 我们叫做什么 rescued remade 两个被动具拍在一起 被动具也很过分 两个拍在一起 大家知不知道这两个动词 其实有什么关系 除了这两个有什么关系 items are rescued and remain into something useful something useful 那些革命 这两个动词有什么关系 时间上有关系 你要先拯救它 然后再改造它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有时候人家为什么会有两个名词 两个动词 两个形容词 形容词通常就有不同层面 对不对 一个人有很多不同层面 他的性格 他的外表 对不对 他的气候 起码有三个人 对不对 你学生的层面 你可能是你的学科 你那个课会读 你是这样的层面 对不对 动词 这个很明显就是时间上的层面 into something useful remake 这是into a 配合 remake 是这样的变化 对不对 when you recycle you remove items from global garbage stream 当你upcycle 你remove是移除了 移除items move大家知道是移动 是什么移除 是什么移除 是垃圾堆移除 他本来应该是灯的 现在不是灯 现在是移除了 这个是灯的 这是垃圾堆 现在是什么垃圾堆 是全球 垃圾的源头 这个是水源 水源的意思 你知道全球的垃圾是不停地流动的 即是美国 你运到美国 就运到非洲 是这样的 以前 香港很多垃圾是收集完之后 然后就运到新界 新界 新界 装完之后 再回到大陆 进大陆的某一些村庄 这样的 是吧 但是以前也是很厉害的 全球的垃圾 全球的垃圾 加密村 就是那个垃圾 跟灯一样的 不同的是灯 最后雨化 但是 热圾 其实 想要知道 热圾 没有那么厚雨 加密村 就是比较正式 再下去 那 Waste 垃圾 Waste 这个是最正式的 三个 四个字 都是垃圾 根本就可以认识我的同学 是基本上可以的 You are dumb You are rubbish You are a piece of garbage OK 通常 我们华人垃圾 我们华人是一件垃圾 英文是什么 You are a piece of rubb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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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 你要有感觉 你贵你那时候的感觉 You are a piece of garbage 你被人贵了也应该有感觉 Anyway Waste 再下去 upcycling instead of recycling is good too upcycling instead of recycling upcycling instead of recycling upcycling instead of recycling 就是你不做 就是从何必要做 你将它做upcycling 因为你想想 一些玻璃瓶 你recycle之后 其实它也是玻璃瓶 你将它变成一个水晶灯 这样就像是玻璃瓶 recycling requires energy required requires Jeff 这个可能之前 我说过 但印象不是很重 required是什么 需要 需要 这个字一定会说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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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ergy 是什么 和time 是吧 totally required energy 电力 in water over water to break down materials brick down 将它分解 required energy required time required resources required 很好用 这个字 upcycling only requires your own creativity 它说 recycling需要很多的能力 但是 upcycling 就只需要 on requires your own creativity creativity tivity 是解 創意 是什么词 是什么词 什么词 什么词 creativity 是名词 这么长的词就是名词 九成九 required your own creativity 你自己的 and upcycled products 第二句 upcycling products can rival 这个字 没什么用 解释对抗的意思 对抗 没什么用 those found in high-end department stores 可以对抗 那些产品 这个product 等于这个 都是product 不过 它生了 这些upcycling products 可以对抗 那些 什么产品 就是那些 在 high-end high-end 就是 叫做 交端 是的 交端 这个字 以前呢 就是来自这个英文的 是吗 交端的产品 high-end store 商店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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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e就是商店 以前呢 大家知道什么是士多 士多 士多 士多就是来自这个 你想想 中文的 普通话的士多 怎么会等于商店 就是一类自英文 以前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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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stores 就是这样来的 department store 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商场 你知道那些 例如sogo sogo sogo是什么呢 卖鞋的一层 卖衣服的一层 这样 接着呢 卖那些 卖行李机器的一层 就是因为它分了部门 是吗 就是department store 但是呢 apm 他叫什么呢 apm 基本上是商店 因为apm 他就是用like like like 一间店 一间店铺 然后呢 Badinius 一间店铺 但是sogo 你发觉 sogo基本上 就是什么呢 现在都转了一点 以前的sogo 就是所有的波鞋 放在一起 所有波鞋 放在一起 所有皮鞋放在一起 所有公司都放在一起 所有公司都放在一起 方便你去 那些叫department store 因为他用的产品 分在一起 或者不是分品牌 所以有点不同 这个字 high end high end 是高 那低端呢 no end 是的 no end servous items can be recycled ok 这个例子 车胎 把车胎 填成的一张椅 车胎 o t-shirt 变成个cat 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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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缸 tank 鱼缸 tank 鱼缸 tank 这里不指什么呢 鱼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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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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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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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澡的那一个叫做bath bath tu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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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浴缸 浴缸 这个 o books 和那个叫lamp stem 那个登革 Your school have decided to organize upcycling campaign Campaign 这个字像同学是 你要看得明白就可以了 看得明白就可以了 你不用戚串 看得明白就可以了 Resource 这些字 你就要看得明白 不是 就是串导出来的 OK 好 再来看campaign campaign 那个 campaign 哪个字母是母出声 G G 没声 Campaign 重音是哪个 重音是哪个 Pain 没出声 campaign campaign 等于event 这个字 event 活动 event event 是介于活动 但是campaign是一些大活动 通常是一些大活动 是大活动 打到打工那些很隆重 全校的 event 可能是小一点 campaign 在设计 在设计上面 通常有什么选举 总统选举 就是一个campaign 就是一个campaign above就是二十 这个包 which are to upcycle and why 究竟你想upcycle是哪个 以及difficulty 未 face 有什么困难 which item to upcycle 以及why y y即是说出好处 原因 是吧 等于好处 是吧 可能是benefit 精神是这样的 时间关系 大家立刻去看我给你的提示 记得我们的连结上 6.1后面 那些idea就是6.2 看大家 咦 9.2了 对 那大家没时间了 不好意思 9.2了 我展示给大家走 等一下 收拾好后面 这个纯粹 收拾好东西 帮忙 回去准备一下 我们明天 点讲 谢谢 谢谢 没准备 30-49 明天 没准备 我看 好